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2月28日 圣彼得斯堡玉宾向胜利 俄罗斯超级联赛周一深夜在赢角逐 届时圣彼得斯堡将主赢卡珊鲁宾 两队目前积分差距达到双位数 加上卡珊鲁宾热身赛表现较为令人失望 卡珊鲁宾此行凶多吉少 圣彼得斯堡经济表现依然强势 他们联赛至今更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未联赛领投羊 只不过目前在上赛一轮的情况下 落后莫斯科带拿摩一分 如果本轮战胜卡珊鲁宾 那么他们依然是俄超领投羊 占一只农可想而知 迪斯约巴赫哥路电奴 李安努依然是球队经济的主力射手 但他们在东窗引入了游历爱拔图 进一步地丰富了球队的武器库 要知道 圣彼得斯堡之所以能够取得不俗成绩 自然离不开火力全开的进攻端 军场入球数达到2.44球 该项数据可以说是傲视群雄 而当球队主场作战之时 该项数据更是升至3.11 在如此猛烈的攻击火力加持下 圣彼得斯堡主场抢分能力最强 并不令人意外 看好他们此番主场能够顺利全取3分 卡珊鲁宾目前和圣彼得斯堡之间 存在着接近面分的差距 这足以反映出两队之间实力悬殊 经济首循环 卡珊鲁宾坐镇主场 谁料他们半场就已经被 圣彼得斯堡踢出3比0的比分 迪斯约巴甚至早早在上半场 就完成了没开二度 此番客军变为挤兑 考虑到他们经济两成出头的做客胜率 卡珊鲁宾想要做客取得分数实在困难 何况 卡珊鲁宾近况突出一个争胜乏力 他们最近6场热身赛 合局场次达到5场 临门一脚的把握能力一较为糟糕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们下期见